音乐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股节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来谈一谈如何妥当的处理旧的物品 现在的科技进步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 许多家庭或是团体里面使用的物品 过了不久就变得落伍或是陈旧了 尤其是像电脑这种高科技产品 更是几年以后就可能因为赶不上时代而必须淘汰掉 有的东西我们可以转送给他人或者是卖掉 但是呢有的东西就只能丢弃 可是呢这又会产生一种不惜福的罪恶感 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怎么做最恰当 我也没有开回收公司 所以呢这些东西这么处理啊 问我等于是问道一忙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可能是家电吧 因为电器是被常常在太旧唤新 我们常常发现新的东西出来新的产品 许多的公司厂商啊为了刺激消费者的购买 所以呢不断的不断的在形式上造型上以及它的品质上啊都在改进 所以很多人呢一看到新的出来了 哦又有新的出来了 哦又有新的出来了 不断的呢改变 不仅仅是家电呢 实际上衣服也是一样的 我听到说这个西装啊 你们男生呢穿的西装 说两年以后要找到同样的西装找不到 连个钮扣要买 叫了一个钮扣要去买都不容易买到 这个就是厂商他们的这个本质大 就故意地叫你两年以后你就废换不可 你坏了的时候你缺了一点点你都不行 又听到说呢 说十年二十年以后呢 旧的款式又变成新的 还可以穿 所以说我建议呢 衣服 这男式的衣服啊 算了就得旧了 你留了四年二十年以后再拿出来还是新的 但是另外 我们这个儿童的玩具 现在也是层出不穷 也是呢新的有新啊 也多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的 有一些是必需品 有一些是装饰品 有一些就是啊 拿着玩的东西玩具 有的一些啊 是必需品 但是呢变成了奢侈品 必需品里边呢 有的是经济生用的必需品 有的是呢奢侈装饰的 表示豪华 酷气的这种啊 商品 可是呢在我们处理垃圾的时候啊 家庭里边如果垃圾堆得太多了 也是麻烦 所以凡是有旧的东西出来以后 现在多半是请厂商啊再收回去 请厂商啊收回去 比如说我们用了影音机 用完了以后 还没有换影音机要淘汰 他又拿回去 他们拿了去做什么啊 是不是真正的 再重复的使用 或者是变成新的 再来给我们大家使用呢 多半不是 多半呢 它们废弃 掩埋 或者是呢 流放 有一些很不道德的家庭和厂商啊 听说就甩到那个河流里边 当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呢 这个河流 河川啊 这个反正水一回流啊 丢到水里边 或者是呢 丢到海边去 因此 现在我们的海边的海滩呢 多次受到污染 河川受到电气的污染 这个非常的严重 还有掩埋啊 也是个问题 我们将来啊 到了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 我们的地下 统统变成垃圾山 人将来都是住在垃圾山上面 所以这些问题是非常的严重 我只是提出了 这些严重的问题 这怎么办 听说在 这个西方的社会呢 他们还是买的 在山山里边去 把山呢 挖的掏空了以后啊 挖的山山里边去 特别是 比如说 这个赫能的废料 挖的 这个山山在哪里 这沙漠里边的山山 挖的 几公里 山进去啊 把它藏在里边去 那个东西 将来打开 不会到地面上来 现在我们 法骨山 那在提倡的呢 是啊 虚伏运动 赔福运动 那就是啊 肺窝 在交换 所谓 废窝 设计上是旧 这是旧了而已 有些家庭用的电器品 只要修理一下 还是可以用 收音机 也可以 这个 电锅 也可以 凡是电器用品 电风扇 也好 只要修理一下 大概还是可以用 不过现在的人 很多人呢 认为修 修了以后 是旧的 还有呢 修 也要花钱 不如说 干脆丢掉了以后 买新的 在经济上 在美观上 的确是啊 太旧 还新 这是很好 但是呢 对我们这个自然界 就破坏 太大 所以说 为了 将来我们这个地球啊 不要说地球 是我们台湾吧 能够啊 还有 多一点 干净的土地 让我们人来住 所以把这些 旧的东西 最好是呢 旧品 新用 我是主张啊 我们的政府也好 工商界也好 最好能够啊 多花一点钱呢 来研究出一套 使得 这个 塑胶 的产品 回收以后 如何地再使用 重复地再使用 或者是呢 来 给它融化以后 再使用 这个是 需要 多花成本 那么这些成本呢 在我们 看到西方社会啊 还没有看到 有人投这样的资 因为这种投资啊 这是 花钱 而 没有办法赚到钱的 那么现在的人 要叫他 不赚钱 而专门花钱 大概不干 可是我也相信呢 我们社会上 还是有不少啊 有良心的 或者是有 善心的人士啊 愿意 投资 入干的资本呢 来做 改善 改进 我们社会环境 的工作的人 事实上 在台湾来讲啊 环境 保护的问题 相当的严重 大家只知道 希望环境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 如何的保护环境 如何维持环境 所以这个废品 救品的处理 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密屠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